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恐怖电影《鬼网》 这部电影是一部分段式恐怖电影 由三个小故事组成 虽然是一部低成本恐怖片 但现在讲得明白不顾弄玄虚 好了 废话少说 我们今天的故事开始 第一个故事 好邻居 故事开始 这天女主小慧拖着一大袋行李 走在阴暗的小走廊里 准备搬入她刚刚租的新家 而这里又脏又破 根本就不像是人住的地方 但小慧没有钱 只能住在这里 当小慧走到隔壁房间的时候 屋里面传来了一阵杂音 而小慧此时也感到好奇 于是就眯了眼睛凑上去查看 而她似乎看到了非常可怕的场面 吓得从梦里醒了过来 原来刚刚只是一场梦 但是女主确实住在这个连租的房里 早上醒来的女主就打电话给房东抱怨 房间差有臭味 隔音也差非常的吵 但房东让她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就搬出去 而在香港房价都非常的昂贵 能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 小慧也没办法 只能继续住在这里 接着小慧走了出去 大喊了一声 不要再吵了 果然没多久声音便消失了 为了和邻居们搞好关系 小慧挨家挨户的去打招呼 这时碰巧遇到了五号的男住户 小慧之前看到她家暴的场面 被男人吓了一跳 这个男人长得非常吓人 瞎了一只眼睛 手里拿着一袋子苹果 最主要的是脖子上挂满了各种佛像 相当的诡异 男人看了一眼小慧就拎着苹果走了 小慧也只是好奇并没有当回事 回到房间后 声音又开始了 吵的人无法休息 无奈的小慧只能拿来了电转 对着墙就开始转 一个不留神 墙竟然被她转穿了 而隔壁也传来了玻璃碎掉的声音 和女孩的惨叫声 小慧自知闯祸了 连忙跑出来查看 接着她在走廊里 看到了一个满身是伤的女孩 这个女孩就是住在五号房的人 每天都被她的老公夹暴 小慧看到可怜 就带她回房间包扎 小慧想要为她报警 但女孩不同意 说报警以后 这个地方肯定是没法住下去了 而其他地方又贵 住不起 对大家都不好 所以只能忍气吞声 小慧听了也觉得有道理 毕竟自己也没有钱 小慧就给女孩想了一个主意 让她留在自己这里 等老公睡着了再回去 这样就能减少两人相处的时间 避免被打 也不会发出声音 这天小慧感觉这个地方 死气沉沉的 就自己想了一个活动 周六晚上八点 邀请周围的邻居到她的房间 开派对 想来的就把名字 写在她房门的纸上 还特地做了邀请卡 让女孩帮她一起发放 之后女孩就在小慧的房间住下了 干脆就不回去了 当天的深夜 门口就出现了两个人影 打开门却只有两双鞋 整齐地摆在门口 小慧还以为有人在捉弄他们 但是门上的邀请帖上 确实出现了两个名字 往后的日子中 小慧和女孩的关系 越来越深厚 也越来越暧昧 逐渐开始离不开彼此 一天 女孩买了两件一模一样的情理睡衣 从这里开始 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 而每天回来 门口的鞋子 邀请帖上的名字都在增加 小慧为了查清楚 鞋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还在房上安装了监控 接着晚上小慧 还梦见了一个吊死的女人 醒来后 小慧查看监控 鞋子竟然凭空出现在小慧的眼前 一开门 门外什么都没有 最后小慧和女孩还睡到了一起 之后就开始了一些灵异事件 白天天花板上会掉下一堆烂苹果 小慧赶紧扔掉之后 回来却怎么都找不到自己的房间 转了几圈后 又看到了一堆鞋子 一眨眼 密密麻麻的人 挤在自家的门口 等到女孩找来 小慧才缓过了神 她质问女孩 这里到底住了什么人 她老公到底是干什么的 她看到的诡异景象 是不是女孩的老公在报复自己 但是女孩不给任何的解释 只是让小慧别去招惹她的老公 小慧害怕了 想要搬出去 可是现在的房价太贵了 小慧只能找了一个合租的床铺 勉强挤挤 总比被吓死好 这天小慧回来和女孩告别 进到五号房后 发现里面全部都是骨灰坛 而女孩的照片也出现在了其中 原来由于墓地的租金太贵 许多的穷人就租公寓来摆放骨灰 而之前的独眼男人 就是这里的管理员 拥有通灵的能力阻止恶鬼作祟 而这天刚巧是周六 是小慧约定的派对时间 房间里所有的鬼都出来参加派对 这时小慧气不过 就大声的对那群鬼声讨了几句 外面的房价那么高 自己那么不容易 还要被鬼吓 自己是付了租金的 凭什么赶自己 而听了这些话的鬼 竟然放过了小慧 镜头一转 五号房的男人又出现了 整理骨灰的时候 发现女孩的骨灰被人拔了 就重新拿了骨灰坛放了上去 另一边女孩在泡咖啡 原来那咖啡正是她自己的骨灰 小慧之前和女孩送的咖啡 其实都是她的骨灰 只要喝下骨灰 女孩就能占据小慧的身体 最后女孩取代了小慧 而小慧不知所踪 第一个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第二个故事 二重生 故事开始 这是一个关于纹身的故事 传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纹身 可以让你爱的人爱你一生一世 琪琪是一个家庭主妇 虽然家境殷实 但是老公每天都很忙 琪琪夜夜独守工房 就连生日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吃蛋糕 而琪琪很担心自己的老公会找其他的女人 于是经过朋友的介绍 找到了传说中的纹身师 给他纹那个让爱人爱他一生一世的纹身 很快纹身就完成了 当天的晚上 老公就乖乖的回了家陪伴琪琪 可惜这只是一场梦 其实这个纹身一点作用都没有 甚至还有副作用 而琪琪开始出现各种恐怖的幻觉 而老公依旧每天早出晚归 没有一点改变的迹象 琪琪越来越焦虑 晚上和老公大吵一架 直接把老公气的离家出走 琪琪没办法 又去找了纹身师 想让他再帮自己纹一个挽回感情的纹身 而纹身师表示 这次帮不了他 琪琪没办法 回到电梯准备离开 却发现电梯里出现了一大群鬼影 琪琪吓坏了 连忙跑回家 可是一个女鬼还是进来了 将手指按在了琪琪的纹身上 接着吸食了琪琪的魂魄 干掉了琪琪 画面回到三年前 纹身师的老婆倒在地上去世了 而且纹身师的老婆还怀了孩子 直接一失两命 纹身师悲痛一觉 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这个纹身 就给老婆纹上了 还对外宣称 这个纹身能让你爱的人 爱你一生一世 一批又一批的人 过来请他纹这个纹身 其实这个纹身 根本没有这样的效果 而且这是一个邪恶的纹身 其他人纹了以后 他们的灵魂 就会被纹身师的老婆吸走 从而让纹身师的老婆复活 但这个纹身是有时间限制的 妻子只能复活15天 就这样 纹身师不断地给其他人纹身 他和他的老婆也越来越恩爱 而那些被剥夺了灵魂的人 就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纹身师的老婆 逐渐开始愧疚 不想再这样害人 而且琪琪还有了身孕 他更加的后悔 但是纹身师不同意 坚持要让他老婆这样活下去 他的老婆 为了能摆脱纹身师的控制 直接自杀 但是依旧没有用 还是被纹身师复活了回来 这次纹身师将别人的魂魄 缝在了老婆的身上 另一边 失去魂魄的琪琪 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生活无法自理 而且还生下了孩子 他认为他的孩子 就是他和自己老婆死去孩子的转世 第二个故事到此结束 第三个故事 冤有头 故事的一开始 男主带着灵异探测仪 和妹妹一起探索一处废弃的凶宅 而妹妹从小就阴阳眼 男主开始直播 直播自己与妹妹的探险过程 接着走到一条阴暗的走廊前 里面传出了奇怪的动静 他们的队友胖子气喘吁吁的 从里面逃了出来 但事情似乎并没有结束 后面好像含有东西 这时走廊里面 出来了一个白衣服的女鬼 把妹妹吓得一脸惊慌失措 这时胖子的腿上爬了一条虫子 吓得她一跳踩到了女鬼的手上 女鬼疼得站了起来 原来这些都是假的 只是这些人为了直播 搞得点噱头罢了 而女鬼是男主的前女友长发妹假扮的 就在准备收工的时候 胖子尿急 随便找了个地方就尿了起来 但是这次胖子是真的惹事了 尿全部顺着地板流到了下面一层 滴到了下面的干湿头上 接着既然在旁边的树林里 发现了一个木偶 这时胖子突然出现 男主吓了一跳 赶紧拉住了胖子 但是倒下来的木板 却把干湿的脑袋打了下来 还落到了长发妹的手里 其实房间里面是一对 还在读高中的小情侣 因为女孩怀孕 又不敢和家里面说 就相约在这里自杀 要永远地在一起 而男主一群人回去之后 直播间的粉丝大涨 借着机会 他们又来到了鬼屋探险 打算录完节目 再报警发现了尸体 这时胖子再次尿急 头上忽然开始滴水 抬头一看 出现了一团黑影 紧接着小胖就被恶灵 按在马桶里面给淹死了 而录完节目后 男主彻底火了 几人都很高兴 但是诡异的事情 也越来越多 长发妹洗澡的时候 看到身上落满虫子 可是仔细一看 又全部消失了 接着几人吃早餐的时候 三名智里都是虫子 而妹妹有阴阳眼就没有吃 恶心地吐了出来 而男主为了出名 还直播玩死者的遗体 接着就是长发妹 拿着剪刀 活生生地剪开了自己的嘴 被恶灵控制自杀身亡 男主看了也急了 马上就轮到他们兄妹两个 于是就带着妹妹 和另一个前女友 赶往当初的凶宅 想要通灵 请求他们原谅自己 但是这个恶灵很生气 并不想放过他们 控制着男主和他的前女友 疯狂地在纸上画圈圈 然后就干掉了前女友 顺手带走了男主 而妹妹也没有逃出去 被恶灵关在凶宅内 永世不得超身 故事到此结束 本篇继承了香港恐怖片的 经典段落方式 一句三个故事 整体还算不错 有的故事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比如第一个故事 你猜现实中 还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 墓地产权二十多年 房子产权六七十年 哪个更划算呢 至于第三个故事 懂得都懂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 甚至是因为不愿意 こう Rights 怎么 写